据说今年马来西亚市场会引进一款全新的SUV 而且最近我们的媒体朋友Karita也拍到了 这款车正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的跌照 那么这款车是什么车呢 就是全新一代的Honda CR-V 全新一代的Honda CR-V已经在北美还有中国上市 据说呢我们的邻国泰国也会在这个月正式发布 这款车呢拥有着非常大的改进 首先是它的外观设计变得非常的方正 它也采用了Honda全新的家族设计 你可以看到它的前脸的这个LED灯组非常非常的方正 水箱护照也变得非常的大 至于它的车尾设计则是采用了一个倒沟的设计 而且内建了3D的LED光条辨识度非常的高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代的CR-V车车尺码变得更大了 在上一代呢它的轴距是2660mm 但是这一代呢变成了2700mm 以Honda一直以来对空间的运用度 我们可以相信这一代的CR-V空间表现会变得更为惊人 如果讲你今天是要寻找一款家庭SUV的话 那么CR-V可能会是你的不错的选择哦 至于在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是造版的Series FE 还有全新一代Honda Accord的设计风格 质感方面肯定是不错的 而且呢新一代的Honda车型更注重在refinement这一块 所以你看它的那个组装质感 你看它的组装品质 都会比起上一代车型进步不少 而且那个plastic感也没有那么重 这个是我自己的观察啦 因为我自己的HRV呢 它的整体的组装跟质感 确实比上一代车型好不少 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触屏主机 这触屏主机的尺寸为9寸 支援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另外呢它也有数位化仪表 看起来这个科技感确实是满满啦 而且在海外市场呢 这款车也会支援这个Honda Connect 相信马来西亚市场也会有 因为毕竟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这个CV 跟这个City呢 也已经开始支援Honda Connect了 所以CRV应该也会有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的这个海外市场 会提供了这个5加2 也就是7人座的空间表现 实际上呢在上一代车型呢 一些市场已经提供了这个7座车型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没有引进 不过我们预测在新一代车型 马来西亚会引进7座的车型 来满足这个载人载务的需求 所以你真的是要载很多人的话 那么新一代的CRV确实可以期待一下啦 当然不免俗的就是 它的这个Honda sensing功能也会有一些提升 例如讲它能提高了这个镜头 还有这个雷达的精度 让你在开车的时候呢 这个雷达有一个更精准的侦测 如果讲真的是有人 或者是Motor车型跑出来的话 它可以detect到 它可以帮你撒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实用的提升啦 另外呢其他的配备就像我们熟悉的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 它都会有 这个就连City都有 CRV怎么可能没有 你说对不对 在引擎的配置部分呢 全新一代的CRV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1.5公升 VTEC Turbo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还是维持一样的190HP 跟243Nm匹配CVT变速箱 有前轮驱动跟全轮驱动可以选择 至于另外一个引擎配置呢 则是EHEV的 iMMD 2.0混合动力引擎 跟CV上面的是一样的 但是马力表现比较高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04HP 峰值扭力表现335Nm 这样的引擎数据基本上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了 虽然官方没有公布它的0-100加速表现 但是最近我们刚刚试驾完这个CV的2.0EHEV版本 它的动力表现跟油耗表现都让我非常的惊艳 真的是不输Turbo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CRV上面的这个动力呢 应该也会不错 而且它的马力更高了 另外除了大马力之外 它还有一个低油耗 所以我相信这个版本应该会非常新能 而且重点是哦 听说马来西亚版本也会引进这一个车型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全新一代的CRV 至于这个全新一代CRV的上市时间呢 据说新车会从今年的第二季开始量产 也就是4月到6月 发布时间会落在第三季或者是第四季 也就是下半年我们就会看到这款车了 随着这款车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 我相信发布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快的 在它的主要对手都没有大改款 或者是大改款没有来的情况下 CRV真的是有满满的竞争力 但是它的价格会不会有提升呢 我相信是会有的 因为Honda Malaysia 可能会在中间塞一个 ZRV 下去 所以Honda Malaysia 今年新车好像都是 SUV 哦 我们就期待一下今年第一款新车会是什么 不过据说是 BRV 啦 只是暂时还没有消息 你是不是也期待全新一代的 Honda CRV 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跟我们讨论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视频节目再见 拜拜